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3月23日 北海道札幌钢萨多期望登山 周六下午 日联杯由场对决展开 A组的盘田山业界时将在主场迎战北海道札幌钢萨多 虽然两队近期表现都不算出色 但在过往六次交手中 北海道札幌钢萨多展获5胜一副的压倒性战绩 心理层面占优的他们此意值得看高一线 盘田山业上级从日直降班 不过在日矣 他们并未展示出重返顶级联赛的强烈欲望 头五轮只得一剩二和二副的战绩 为列机分榜第15位 单论进攻 盘田山业的火力能够击深日以前四 攻入七球的他们仅次于挺田泽维亚 东京绿因与钢山绿制 但无奈防线漏洞百出 十八球的他们是日以失球前四多的球队 可见盘田山业攻防两极分化严重 至于日联杯 向来不是盘田山业的主战场 过去七次参赛有五次只不分组赛 今届又遭遇开门黑 士气受挫的盘田山业金账不宜高估 虽然北海道闸晃刚萨多日联杯分组赛首战 也未能取胜 与鸟七杀岩0比0握手言和 但有一分进账总比全是三分要好 近年的日联杯 北海道闸晃刚萨多的发挥 也在盘田山业之上 近四次参赛全部从分组突围 2019年更是杀入决赛 只可惜最后倒在川崎前锋脚下 有利的是 北海道闸晃刚萨多过网与盘田山业交手战据 绝对优势 六战取得五胜一负的战绩 其中上季两次交手 北海道闸晃刚萨多完成双杀 得失球达6比1 经济的头号射手小百刚当时也有斩获 此番再战北海道闸晃刚萨多 小百刚的表现值得期待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